大防災型聯誼 大家好,我是台北政府社會主要是台北史上最大防災型聯誼,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前提要一下就是在上次的大松啊,我們就提了一個案子說我們要在這裡,我們是大安森公園 那就是我們在3月25號的下午三點開放錄影場,然後一直到隔天早上九點是有一個錄影的活動 是我們的防災的秋安之演點,那我們現場就是會開放四百位的災民 是暴民當災民 然後還有我們的就是演災民的人,不知道是我們演災民的人跟暴民當災民的人一樣多 那其實我們會在這邊就是進行就是防災公園的演練 那上次大松的時候,我們就進行一個超級超展開的討論 就是大家討論那些東西 可是呢,在演習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只有就是回到我們可以掌揍的主線任務 就是物資捐贈地圖跟數位殘民證 那物資捐贈地圖的部分就是我們跟那個小豬合作 然後就是我們的,它有這個東西是 的原因是因為就是政府在階害的時候就是那個物資的問題 就是跟人民公眾方式提出發新聞 然後或者是就是那個新聞討碼跟地域跑來跑 就是說我們需要100件物資,然後我們會得到1,000件 然後我們發生的事情太晚了 然後再發新聞,講說物資需求100 結果還是會帶到1,000件 1,000件算是一個很好的狀況呢 可能會來萬見 對,然後就是我們就會每次來拍的時候找物資保養的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就是政府台其實更新這個資訊 然後民眾可以從這個舞台知道哪一雙版新物資 然後哪一雙版新物資 然後哪一雙版新物資 那這個我們在演習的當天會有 跟我們引述說這一模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那個主線任務是數位殘民證 那我們是用那個,我們假設說就是在災害的時候 就如果大家有帶身份證的話 我們就直接依身份證後面的條碼 來登陸他的那個殘民的身份 如果他沒有身份證的話 我們就做一張殘民證給他 殘民證上面有我們的個條碼 那這個就是要我們擔心說就是如果說 我們需要很多人同時來登陸 然後用那個Budcode的那個scanner就是 他可能就要接電腦 那我可能甚至會有那麼多電腦 所以我們做了手機的Apple 那這個是現在的那個 迷迷讓我們做的狀況 那個有放到比他了 就是我們現在缺就是懂Lason的人 然後不限任何語言 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歡迎來那個 就是歡迎就是繼續幫你進行做下去 那我們下個一把就開始就是測試這個 這個數位達人證的系統 他除了登陸當你的資訊之外 我們還會就還可以就還記錄他的 物資林群的紀錄還有像是他需要各種的物物 就像是充電啊或者是諮詢之類的 他都可以在這上做一個紀錄 那我可以更了解就是在你服務的狀況 然後去調配我們的一些服務 那這個演習的活動呢 就是感謝馬克服務的寫的 超級棒的這裏的文案 就是我看過這裏的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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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他拖出來的幾個小時之後 就爆比較多 對 那所以呢就是他 如果現在就是沒有報到名的話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參加不明的活動 連他自己都沒報到 對 但是我還是想要搬黑的送 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已經就是跟資訊子 還有少女主義想好了 那我們現場會還會有那個 資訊自公的需求 就是可能在單營證或者是 就是單營證或者是現場的一些資訊設備的架設 可能會有一些資訊長的需求 那我們需要發展資訊子公 如果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當我們報名 那如果說我們的人數出口的話 就是韓已經有報到你的災民的 就是可以去過你的災民 不能出口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發展這時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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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